欢迎收看今天的卡牌节目测评 本期是一期特刊 咱们今天介绍的话 应该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款桌游 就是三国沙 这款游戏的话 大约是在14年前是非常的流行 甚至是更早一点时间 那么当时我首次接触的话 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话 我是跟我的学生一起 在北京的话是玩这套牌 那么也享受开包的乐趣 那么之后的话 我也接触了万质牌 那么这套牌的话 其实我一直都在打 那并的话是跟这个亲母号的话 进行一个玩耍 那么最近的话 我也想要给我的儿子讲解 关于三国的故事 那么我发现三国沙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所以说的话 我就特地购买了这一套 那么它的话 是三国沙的这么一个珍藏版 那么所有的卡牌的话 都有这么一个速封 我们来看一下 都是有这么一个防水速封 那么也是非常的耐造 非常适合给小朋友们 进行玩耍和讲解 那么这套牌的话 应该是我玩过的最全面的武将 那并加起来的是254名武将 这边是卫国的话 有67名武将 蜀国的话是有60枚 吴国的话是有55枚 而群雄的话是有62枚 而还有神武将12枚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待会分别来看 那么这套牌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学习了万质牌 因为这牌的话 是从93年开始有了 它的话是学习万质牌的概念 那么在玩法上的话 是做了大量的一个简化 那么当时的话是非常流行 那么里面的很多武将的台词的话 我们也是这个非常的熟悉 未将何载 仿佛西若青云之闭月 笑容西若流风之回旋 那么想起那个时候 不管是上网玩还是在市场 都是非常火的一套这个网游戏 好的 我们先少说 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么这套牌的话 首先这个是一个外盒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话是牛逼纸盒 上面写的三国杀 而这个地方的话 还写的如果这个这个满风好评晒图的话 还会给免费的这个补卡之类的 不限时间不限次数 那么这商家的话 非常的这个贴心 好 那么这个盒子的话 在里面的话 打开之后的话 就是装着这个铁盒 这个铁盒的话 是在这里 把它拿出来 好的 那么这个铁盒的话 也是非常不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纳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一个山水风格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还写着一些这个文字 然后这个是刘备自玄德 三国杀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都是刘备 那么这是不是这个这个蜀国的这么一个粉丝呢 装着做这么一个小盒子 好的 其实我的话应该更喜欢这个位过 把它打开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盒子 正好能装下所有的卡牌啊 那么把它打开 我们看看里面还有哪些内容啊 这是非常的这个进食 看看 在这个地方打开一下 好的 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啊 那么把它打开里面 还有一个说明书 我们也来展翼说明书的话呢 是这么一个一个纸啊 那么是个彩色的说明书 那么上方的话是介绍的这个卡牌啊 等等的一些玩法呀 还有上面的名称属性啊 这么包括这个这个基本概念 距离的概念等等 区域概念啊 呃 跟这个咱们买的外置牌 这个新手包的话基本差不多 里面都会有这么一张这个说明书的啊 我们把它的话呢 放到这个里面去啊 好 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些卡牌吧 那么基本的话 咱们都太熟悉 首先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角色牌 角色牌的话呢 那么在首先在后面的话 都是这么一个脸谱的形态啊 然后角色牌的话呢 是有这个主公哎 怎么是主公明明是丞相吧 好 当然还有这个反贼啊 看这个中国风的话 自己的话都是非常的漂亮的 好 反贼 然后上方的话是一个现代体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当时这个古代的 这么一个这个这个书写方式啊 有这么四张反贼 当然的话呢 还有这个忠臣啊 那么还有这个内肩哎 这几张牌的话呢 也是比较有特点 在一根大气宝的时候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角色的分配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这个体力数值 以这种育员的形态啊 那么进行一个体力分配 这是有这个四股血啊 那么这个地方完全健康 最后到这个非常生命锤位 后面还是三格血 通常有这个三血的这个武将的话 都会增加一个保命剂 或者是这个抓牌剂 那么他们的话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么这个正面是这个四到背面的三啊 然后应该还有一个更更少是一啊 在这里啊 背面是二 然后应该还有更多 那么这个五格血 是这样 这是血格 然后的话我们就看看武将吧 武将的话在这个点 我们先来看这个神武将 这当时的话 我也是不断拆包 就像得到一杯这个神武将 背面的话是长这个样子 写的这个将 咱们是这样啊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曹操 神曹操啊 好了 那么是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妖气啊 那么一张牌 我们看一下 然后的话呢 是这个神周瑜 赤壁的火神啊 取偶物周朗固 那么也很考究啊 吕蒙 这张神诸葛 那么这张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把气 说这个诸葛 这个壮孤 诸葛多治而进腰啊 这是当时这个 应该是鲁迅啊 那么对他的这一个评价 好了 关羽 非常非常的扩 一段种死灵的范儿啊 看一下 这张的话呢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画面 然后是这个神吕布 神吕布在这里 然后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神吕布啊 好了 那么吕布我们知道 我们说这个一旅二兆三观章 四乘光五马六章 飞七皇八亚九霞安围啊 曹操拜第十位啊 什么一旅二兆 一旅二兆三观章啊 那么有不同的说法 其实是有好 司马懿 那么这个神赵云 还有这个神吕布 神吕布 神吕布 有多张神吕布在这里啊 好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十二名神啊 那么有点像一个十二十名额式的感觉 好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以为这个位属的顺序来看一看 那么首先的话 当时如果咱们买的起手包的话呢 应该是有三十六张牌 那么是作为基础的这个武将 那么后方的话还有更多的这么一个扩充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 有卫国一共六十七名武将啊 曹操啊 像这个司马懿啊 其实我特别喜欢使用他 那么他的话 有这个这个反馈鬼才 那么可以改变这个树牌手性 好 夏侯敦啊 还有这个 这个这应该是真鸡吧 好 那么然后的话呢 是这个郭佳呀 好 张辽啊 典伟啊 那么智己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是强习啊 那么还还应该还有一个智己 这么一个技能 好 寻育啊 等等啊 那么这些的话呢 我觉得都是教孩子 认这个中文这个这个字啊 并且的包括的话 介绍一些这个属性的背景啊 杨修啊 对不对 一和苏啊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那么 许楚是许楚是裸一啊 好的 非常多的这个武将啊 那包括还有当时在这个曹营的这个 关羽都在这里 张辽啊 许楚啊 等等啊 那么还有这个不同版本的曹操和技能啊 所以说的话呢 真鸡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这个详尽的这么一个武将啊 一共是有这个67枚啊 那么不管是有的没的 里面甚至连这个曹冲都有啊 称相这个曹冲都是有的 好的 那么里边的话呢 真的是这个非常奇变 又有一张这个关羽啊 应该是千里走单旗吗 好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蜀国 蜀国在这里 好 刘备啊 然后诸葛亮 这是老时期的诸葛亮 那么之后的话 还有一个这个赤壁时期的年轻的是诸葛亮 赵云 这个是 应该是魏严吧 然后关羽啊 然后黄元英 是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媳妇啊 好了 张飞啊 马超啊 红忠啊 等等啊 那么这些的话就前面这个几个都是咱非常熟悉 那么之后的话呢 是应该是在之后的扣冲包里吧 是增加了一些这个流产啊 扶不起的这个刘这个刘八斗啊 好这个诸葛亮 那么这是年轻时期的也非常的妖艳啊 好张飞啊 那么他的一些这个技能咱们也非常的熟悉啊 那么自在诸葛亮 好的 然后的话呢 是一些这个呃咱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角色啊 那么也是即便是非常的这个边缘化人物的话都有进行一个涵盖啊 所以这套这套卡牌的话一个是这个封面的话非常的清晰 那么第二的话呢是武将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齐全啊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蜀国的武将甘夫人都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画风还是不错的 好孙上相 然后是这个武果 好孙权 好 武果的话呢 一共是有55名武将啊 孙权 那么周瑜的话呢 我特别喜欢使用周瑜 因为我本家也姓周 所以说大上师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枚这个武将啊 黄盖 陆逊 吕蒙 白衣渡江啊 等等 小桥 大桥 甘宁 周泰 那么他们的技能的话呢 很多都像是这个万智牌里面学习的参考的一点 吴国他呀 呃 人物非常的齐全啊 那么很多的一个画风的话呢 是咱们如果只玩这个新手包的话呢 还是这个不太熟悉啊 后方的话 他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人物啊 那么大桥小桥 那么也再次出现啊 画风的话有所改变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吴国的这个武将啊 那么非常非常的这个齐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群雄啊 群雄的话其实也很精彩 里面的话也有咱们一些非常熟悉 或者是喜欢使用的这个武将啊 比如说第一个吕布 吕布的话呢 我就非常的喜欢来使用 好像他的这个攻击的话 如果他出杀的话 叫对方两张闪才可以闪过啊 好的 貂蝉 然后袁绍啊 华佗啊 对不对 那个这个直接给给送头啊 那么东卓啊 黄天轨道雷击啊 都非常熟悉啊 当时的话在这个这个假许啊 都是在进行玩耍 貂蝉啊 那么群雄的话呢 基本涵盖了像这个三大势力之外 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应该算这个地方武装吧 那么他们的话呢都给的像成功啊 对不对 都是这些也是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角色啊 那么都是有进行涵盖画图 那么如果比如说配合给孩子看动画片啊 然后再配合这些卡牌的玩耍和讲解 那么相信的话 对些人物的话呢 将会有更加深刻的一个认识啊 我们就不再多看了 实在是太多了 好的 然后这些的话都是这个人物卡 然后的话就是基本卡了 基本卡的话呢 杀咱们属于这长得一模一样 背部的话呢 写了三国杀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官方正版啊 然后都是这个一样的 那么也是有这个 平时打个播客也可以 那么还有这个雷杀呀火杀呀 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杀 普通的话一开始吧都是这种普通杀 然后的话是闪 对方出杀你出闪 可以好 那么可以避免受到伤害啊 好了 然后的话就是桃啊 生命不足的时候吃个桃 然后也可以后面好像还有这个这个地方是酒啊 喝喝酒也没有问题啊 都是这个生命的话呢 是有一个提升的 好 那么这边的话呢是一些武具 我们来看一下武具的话 有这个诸葛连弩啊 那么杖八舍谋啊 那么都是一些这个经典的武具 韩冰剑 雌雄雄武剑啊 对不对 都是这个冠石府 滕家兵的话 应该如果是遇到火攻的话 应该是伤害伤害增二啊 那么白银狮子头啊 任蒙顿啊 都是这个方天画戟啊 雨雀 这个朱雀雨山啊 这个朱顶刀 都是咱们麒麟宫啊 青龙剑月刀啊 那都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些名字 然后我们再往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迪卢物主啊 对不对 那么但是的话 救了刘备 那么绝影赤兔 赤兔宝马 好了 那么这些的话 是一些这个 加一减一马 好 然后还有这些的话呢 是一些这个计谋卡 那么有点像是咱们人牌里面 一些法术或顺金啊 桃源结义 都是加血 无险可击啊 这个应该是一枚 应该是相当于康吧 好的 然后无助手有 这是抓牌技能啊 那么抓两张牌 过河拆桥 然后有这些 还有决斗啊 令二人进行决斗啊 那么是这个 这个互相伤害啊 好的 那么南蛮入侵 那么每个 就相当于的话呢 就是每个人受到伤害啊 应该是每个人出一张杀斧 都受到伤害 好的 借刀杀人 没有刀的话呢 应该是会有这个伤害 铁锁连环啊 好的 那么顺手牵羊 那么盗取对方的武具 好 冰凉寸盾 那么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这个感觉啊 那么乐不思蜀 好 五谷风登 应该大家都抓牌 万经齐发 大家都出闪 否则都会中箭 八卦阵 那么每次的话 应该是占卜一下吧 那么是否这个方片的话呢 或者是相当于是闪啊 好 这个闪电能够把对方瞬间批死 火攻 好 这牧牛牛牛马 好 那么这一套的话呢 加起来的话 应该差不多有这个五六百张牌啊 那么 呃 非常奇的武将 那么也是跟小朋友们 混大家的话呢 玩耍的时候 尤其是快过年了 就完全可以买这么一套牌啊 那么 互人麻将的玩麻将 不会玩麻将的话 玩这牌的话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老少皆宜 同小武器 好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see you next time